章话在县长卓博远的带领下 长期生根阅读 书香城市已然成型 并将视野延伸至国际 7日特别跨海邀请新加坡阅读推手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 阅读推广处处长高丽莲 出席章话演艺厅举办的双城教育交锋 彰化新加坡论坛 分享在诗城推动阅读的成功经验 并与彰化县交流两个城市的教育前景 为彰化县的阅读魅力在天动人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阅读推广处的高处长 是新加坡阅读的推手 他在新加坡影响了21万5千人阅读 包括计程车司机、发型师、学校的老师、年长的长辈、政府官员都组成图书会 我想这是深耕阅读的一个很成功的典范 所以我们这一次我们的国际论坛、教育论坛 我们特别邀请到大师级的开讲 就是邀请到我们高历连高处长来为我们大家来指导 希望能够把新加坡成功推广的经验 能够在我们彰化来让大家都了解 大家来学习新加坡的经验 卓县长表示 教育是国家的根本 彰化县相当重视阅读 为了推广阅读也提拨2000万元 作为充实彰化县各乡镇市公共图书馆的长输经费 包括彰化县文化局及26个乡镇市公立图书馆 让爱阅读的人随时都能亲近书乡 主要我是希望能够来彰化县大家交流互相学习 在新加坡我们有一个活动叫做独把新加坡 我们希望能够来分享独把新加坡的活动 同时两国之间也有交流交往互相学习 推广全民阅读这个独把新加坡的运动 主要我们是给15岁以上的年轻人 还有老年人 我们在选定一些有关主题的小说 将这些小说我们会翻译成四种语言 就是如果是华文的小说 我们会翻译成英文、马来文、大米尔文 就共不同种族的我们的同胞一起来读那一本书 读了之后大家一起讨论这一本书 所以互相的交流、学习 还有共同的分享 主要是要达到全民共读的意愿 为了创造阅读风气 彰化线不断发挥创意 引进各界大师 为彰化线名开启一扇上阅读之窗 除了持续向国际发声外 也向各界成功经验汲取能量 公益频道林俊明彰化采访报导 谢谢你的火线和分剧元并交给报导